以乃猴抓妹聚当纸片人 泡汤控档猛吃零食 这次来咱们拨牛泡汤单元的这位 你可能有点陌生 但看到这个照片应该就有印象了吧 这里她就是当初被猴子抓凶 登上国际媒体一抓成名的猴抓妹 不愧见识过大场面 第一次泡汤老神在在 你也懒应该心情不会太紧张吧 不会就是单纯来泡汤 因为我今年冬天其实没有泡很多的汤 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只是拍照道具好像有点 这比较好发挥啊 对 发挥 可是很容易就留一群群 对 对 这种 不全的吗 没有 超 他先前坦诚动过自体脂肪丰胸手术 把胸部升级一个cup 只是这样泡汤不怕感染吗 有点担心欸 所以我今年冬天没有泡很多的汤 因为就是手术完之后 就基本上就不能泡汤了 对 可是 没有关系 我会努力的 妙的是 她爱美跑去龙乳 却不善待胸气 就平常我洗澡的时候 虽然我不会特别的就是按摩胸部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按 但是我会就是这样子 有点像 玩弄她一样 因为我觉得女生应该都还蛮喜欢 捏自己的胸部的 可是 我就不会专业的按摩 我大概只会这样玩而已 拍到一半还忍不住一直 我本来每次到Hotel Motel 都很喜欢缺东西吃 然后都会把所有的沐浴用品拿回家 重点是这样吃个不停 不怕胖吗 我从来就不崇尚纸片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女生要有曲线 肉感比较好看 超油自信的她 泡汤尺度当然就没设限啦